虽然很小的瀑布总统的一个工员 但是你接下来的责任我觉得很大 可能你的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可能会导致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高铁车体焊接需要最精密的焊接技术 25米长的焊缝 热胀冷缩后的变形量必须小于3毫米 焊接工人两两对称 从车体中间向两端作业 八斤重的焊腔要一直保持45度阳脚匀速 脚下的位移速度 焊腔的感身长度 甚至是呼吸 四人必须完全同步 我们从开始焊接 隐然电弧的一刻 我这个声音去判断 去听这个声音的微信号 有那种默契感